四十六章 杀 墨田哥再度一回阵棋 顿时阵中出现水河流沙 迅速变成沼泽 再度将这铁齿鳄困住 同时咬牙道 慕容师兄 我将它拖住 你去攻击它 跑不过 只好打了 慕容紫池蹲了一下 我们 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墨田哥喝道 快点 我想办法拖住它 你尽量攻击 被它的态度感染 慕容紫咬咬牙 好 打不了拼呢 两个练剂修士 必定是打不过猪鸡修士的 可没有思考能力和法宝的二级妖兽 倒是可以一拼 慕容紫当下寄出飞剑 运起千参数 攻了上去 可下一刻 它脸色难看起来 它的飞剑是师门长辈所赠 甚至加入难得的铁金 锋利无比 平日斗法占了很多便宜 可对着铁齿鳄一身厚皮 竟然丝毫没有反应 沼泽也拖不住铁齿鳄后 墨田哥再度一挥 正法内出现熊熊大火 同时自己掏出一把迷幻花的种子 甩了过去 倒火虽然让鳄鱼停住了 迷幻花却仅仅让它挥了挥尾巴 以它现在的灵气 难使用的种子都是短期内就能长成的 但这种东西 二阶妖兽已经不放在眼里 为奈何 它掏出一把捕灵丹 用正法困住二阶妖兽 灵气消耗太快 只好用砍药的方式脱下来 另一边 慕容紫也并非徒有虚名之辈 一看自己的飞剑没用 立刻换了一样东西 却是一条金光闪闪的鞭子 这一鞭子甩出去 就化作一道金光 发出响亮 啪一声响 可一甩之后 慕容紫脸色右边 这鞭子仍然无法打破铁齿鳄的厚皮 如此几番下来 慕容紫面如土色 它不但打不破铁齿鳄的防御 还被咬坏了一把灵气 果然名为铁齿 牙齿立得很 墨天歌也好不到哪去 虽然仗着正法之变 可操纵着正法抵御二阶妖兽的攻击 灵气流失得太快了 它已经感觉到灵气快用尽了 只得抓一把补灵丹塞到嘴里 这样的速度流失 它已经不怕浪费丹药了 不活下来 丹药再多也没用 用符 用符攻击它 墨天歌冲着发呆的慕容紫喊 这铁齿鳄皮粗肉厚 身上那层硬皮 堪比铠甲 根本刺不进去 只能用法术 才能透过那层皮 给它伤害 听它这一喊 慕容紫回过山来 掏出一把符禄 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股脑的拍了上去 这些符禄里 各系法术都有 火海 冰块 石头 流沙 藤麦 风风砸在铁齿鳄头上 这一次铁齿鳄 终于有了反应 它一抬头 小眼睛 盯着飞在半空中的慕容紫 嘴一张 一道水柱 喷了过去 慕容紫大惊 侧身勉强避过 却不小心沾到一些 竟然身子一致 栽了下来 趁这时候 墨天歌 逃出迷宗症 和困灵症的正气正盘 简单地布下去 随后一回正气 正中再度出现 缠绕而上的藤麦 将铁齿鳄 捆得结结实实 铁齿鳄的注意力 回到这边 却发现体内灵气 运行变慢 大怒之下 顾不得另一只小飞虫 就要将眼前的 这只虫子撕碎 可到往前一爬 眼前一变 竟然找不到 那只小虫子的存在 顿时迷茫起来 看到慕容紫 还没爬起来 墨天歌焦急 慕容师兄 似乎听到了他的声音 慕容紫挣扎着 往嘴里塞了几个药丸 艰难地爬起来 他本来就重伤再生 使用灵气和轻声术 已经很勉强 偏偏又被铁齿鳄的水柱射到 这里是毒泉 周围的东西都是有毒的 何况在这里 进阶二阶的妖术 铁齿鳄的毒 比毒物可强多了 一下令他的伤更重 顾不上别的 他吞下几颗疗伤药 和解毒药 挣扎着飞上去 手一扬 一把细密的飞针 往铁齿鳄的眼睛扎去 铁齿鳄眨眨眼 一甩头 一部分飞针 被他甩开 另一部分 扎在头部的后皮上 一点反应都没有 纷纷掉了下来 慕容紫没有放弃 仍是大把地甩过去 宽鳞镇中 铁齿鳄灵气运行变慢 终于没有避过 扑一声 眼睛被扎破了 顿时大怒 仰天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墨天歌一喜 搭下又往嘴里 塞了一把捕铃丹 震气一挥 震中火还砸下 地面晃了一晃 被树子发出攻击之后 铁齿鳄那层厚皮 终于出现灼烧的痕迹 慕容紫没有放过机会 再度取出飞剑 对着被烧破的那一块 一剑刺了过去 这一下 刺得结结实实 破开的铁齿鳄的表皮 深深刺进肉里 铁齿鳄吃痛 一甩尾巴 一向打断全边的一棵大树 可他始终找不到 这些讨厌的小虫子在哪 眼睛里看到的 始终是他栖息了 几百年的毒权的场景 不管怎么爬 仍旧会爬到原来的地方 眼睛流出血来 身体被法术砸得很痛 还有一个东西 插进他的肉里 他痛苦地发出呼噜呼噜的叫声 可仍然找不到那两只小虫子 只有法术不断地砸下来 终于他撑破 二阶妖兽实在比一阶妖兽强大太多了 那几十个妖猴 他能一点危险也没有的 就用五行深杀阵杀光 这二阶妖兽 费了那么多力气 吃下那么多丹药 也仅仅只是困住而已 要不是有慕容子的帮忙 今天他就死定了 慕容子倒在不远处 动也不动 刚才他几乎把所有的福禄都丢出来了 铁齿恶一死 他就倒地不起 墨天歌有些担心 再次吞了一颗补灵丹 勉强补回一些灵气 艰难地站起来 拖着沉重的双腿 往慕容子走去 慕容师兄 慕容师兄 慕容子躺在地上 动也不动 嘴边有血迹 显然是伤太重 吐出来的 墨天歌咬咬牙 取出一枚小丸丹 塞到他嘴里 他现在虽然没有受伤 却灵气用尽 短期内要是再来什么危险 可就不好办了 还是先保住他的命比较好 两个人在一起 总是安全一些 为了小桓丹 慕容子终于慢慢醒了过来 看到他目光中有犹豫之色 月师弟 你给我吃的药 墨天歌苦笑道 为了这次试炼 特意准备的 眼下只好便宜师兄了 他可不敢说身上还有一瓶 虽说慕容师兄看起来不是那种人 又是慕容烟的兄长 可与他并没有多少交情 慕容子没有怀疑 脸上有动容之色 认真的 多谢也是弟了 若非你给我吃的这丹药 我的伤肯定撑不到明天 墨天歌只有摆摆手 慕容师兄 要是不想占我便宜 出去了再还我丹药就是 现在心疗伤 不然再遇到什么人 说到这里 他眉头一皱 有人来了 墨天歌袖子一抖 几样东西飞出来 埋到土里 随后他抓了几颗补灵丹 塞到嘴里 做完这两件事 毒物里已经出现了几个人的身影 紫衣 墨天歌立刻握紧青木剑 慕容子则是忍下疼痛 站了起来 一共三人 都是练起十层修士 回首的是个中年修士 还有一个二十左右的青年 一个五六十岁的老者 正好老中青三代 这三个人看起来都不好对付 中年修士既然是为首之人 想必是身份最高 或是最厉害的 青年年纪轻轻 就能达到另起十层 应该也有两把刷子 老者就更不用说 业力丰富 必是最狡猾 与慕容子对看一眼 两人都是苦笑 刚刚经历过一场苦战 居然就碰到这样一个组合 那三人在不远处站定 谨慎地打量他们 墨天歌和慕容子 安安装出一副 满不在乎的样子 手中各自扣紧飞进 好一会儿 那青年先忍耐不下 问道 两位师兄 我们还等什么 老者皱了皱眉 缓缓说道 请身 小心 他们都看到了地上 铁齿恶的尸体 虽然已死去 人残留着巨大的威压 显然不是一阶的妖兽 这令他们犹豫不定 两个人就能杀掉 二阶妖兽 显然这两位 肯定手段不凡 但他们自然 也不是吃素的 就这么放过 又觉得不甘 要知道 这一具二阶妖兽的尸体 肯定能换回一颗猪肌丹 谨慎 考量 狂热 这些表情在三人脸上 轮番出现 既担心对手太强 把自己交代了 又不甘心 放过巨大的好处 二阶妖兽的尸体 不但能做灵气 还能做成助级修饰用的法器 这又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七年安耐不住教导 那位师兄 还犹豫什么 难道白白放过他吗 老者道 这两个人不好对付 不可冲动 最后两人齐齐望着 他们中间那位周年修饰 周年修饰也是愁愁不定 杀 没把握 放过 不甘心 偏偏对方两人 又是一脸满不在乎的看着他们 似乎一点也不在乎 他们会怎样决定 而事实之上 墨天歌和慕容子 一点也不轻松 慕容子虽然吃了小管丹 疗伤却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 连番在重伤情况下出手 对他的经脉来说 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损伤 如今他神色不变 纯粹是性格坚毅的缘故 墨天歌亦如此 明知己方已经刚刚经过一番苦战 两人都是精疲力尽 心里哪有不紧张的 只是他已经不是没见过面的孩子 跟着二叔走南长北 这几年又数次经历斗法 心知自己此时不难示弱 他们这模样还真骗到了对手 周年修饰挣扎许久 勉强道 我们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三人转身欲走 墨天歌和慕容子暗暗松了口气 要打他们实在没底气 谁知三人突然又停住 那周年修饰冷笑一声 差点被他们糊弄过去 杀了二街妖兽 他们就算没伤再生 还有多少灵气 这句话说吧 三人一回头 立刻分三个方向包抄 墨天歌历史往身上 拍了一张防御符 轻木剑就放了出去 慕容子反应也不慢 他没了俯路 却还要灵气 那把剩了铁金的飞剑 速度极快 瞬息飞了出去 他们二人先下手围墙 顿时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那青年看着冲他飞来的两把飞剑 一时有些慌张 这两把剑速度这么快 显然不是反平 他只得匆忙躲避 墨天歌悄悄移了一下方位 大把的火荆棘种子甩出去 暂时困住了那青年 正要对慕容子说一声 先一起解决那老者 却听一声闷哼 转头一看 慕容子捂着胸口 吐出一口血来 他控制的飞剑 也在半空中摇摇欲坠 墨天歌大惊 慕容师兄 那三人却是大喜 青年被困住 暂时不得脱生 周年修士与老者一看 两人齐齐出手 周年修士祭出的是 修仙界最普遍的灵气飞剑 那老者扔出来的 却是一面镜子 墨天歌连忙召回青木剑 可紧紧挡住了那面镜子 飞剑急速刺来 慕容子勉强一臂 飞剑插着他的肩膀过去 带起一串雪花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